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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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位收聽 我們今天第一次的主題 是說優秀動作 可以了解人品 這個比較不一樣的政治性 我們以前都是說政治性的 有人說一些跟性化有關 這個人要怎麼去判斷他的這個人品 我們先來介紹這件故事 這個完全政府的時代 李宗盛 他就算是抵抗到所有的代官 官略都在他的手中 有一位呢 他有矯見這個少年輩 矯見三個人 他在他的復活那裡矯見 他們三個來到紀念李宗盛 李宗盛說 李宗盛說 你等一下等一下 他就進去 進去家裡 他們三個也不知道 李宗盛是什麼意思 他就叫他等一下 但是其實李宗盛在裡面 他在家裡的地方看去飛行下去 看他們三個是什麼動作 但是那個交警之後 李宗盛就提拔劉民船 好像提拔劉民船 劉民船這個人 在台灣這裡 好像做很多建設 好像很出名 那什麼原因 李宗盛呢 他好像提拔劉民船 他就去那裡 他要做什麼 要觀察 觀察說 這三個 到底是什麼行動 他看到 好像真的 劉民船 那些人 都說 都站在那裡 有些人 他沒有在這裡 他就一四個 鑼鑼鑼鑽 看這個海峪 看這個風景 所以 騙在李宗盛 他覺得 他說 劉民船這個人 他就接行 命令 其他这两个主族泡,这两个主族泡,你就是没办法说在浴宿这两个人,因为那时用李鸿章的时论来说,他叫你站在那里等一会,这时你就是一个命令,刘明川真的点点乖乖站在那里等,其他两个人没等,他会用这世界看一些风景。 所以站在李鸿章的时论,说这两个人,这你没办法赛,没办法赛,这是煮左泡,他做他自己的事,他没在插你,说你做什么命令。 所以有这段故事,有的人说,李鸿章这个人也很小心眼,他会对这些小事,判断一个人的这个人品。 其实呢,你要判断一个人的这个人品,只会对这些小动作,你就可以判断。 大动作,大家知道这是大事,他不会去,你就做这个大动作去犯莫病。 但是对这种狀疗的说,说当时我们考虑来这些金分,告诉众说有这些重要的人,他就陪你金面。 金面呢,你跟说在那里的家庭存起來,就在那里补粉,你不会。 你知道這個補粉是一個禁棄,禁棄你不會說大家禁止這個吃粉的地方,你在那裡吃粉,這是算大事,所以你不會犯這個毛病。 所以說這更大的事,一般的都不會犯這種毛病,但稍微動作會犯這個毛病, 我記得就是說,劉民船他們三的人,他們三的人,其實李鴻章叫他在那裡等一會,他也沒說叫你站在那裡等一會,他也沒這樣說。 所以其他兩個人,他們說我等李鴻章的機會,我一試去看著,這個風景景色這麼漂亮,我照機會看著。 所以站在那裡等一般的地方說,這個風景是一個真實的動作,你覺得這個沒有什麼。 但是站在李鴻章,他在觀察來說,我說我的聲音,我說的就是命令,你們兩個今天老老舍, 等一會兒,劉民船真的怪怪在那裡等,說這些人,劉民船的個性跟其他人的就不一樣。 這是李鴻章的感覺,說對這個人稍微動作,來觀察他的人這個人品。 其實這種人是不太準,我感受真心的就是,政黨有這個人。 有這個人,這個人呢,有哪兒聰明聰明喔,有哪兒有一些地名多。 但是他就沒辦法去做冷修的金門。所以他在這個政黨在混,越混,越混,越倒進去。 氣息越混越壞。 那其實是什麼原因?這個人呢,這個人呢,那個債作人的那種材料就是記才。 這個人的特色的記才呢,就是說,你這個人,你如果能力比他強, 阿欽,他記你很遠,這樣贏得沒關係。 你如果在他的主義,雖然他壞人你能力比他強, 他絕對想辦法把你消滅,他發言人說你的地名都還比比較高,他想辦法把你打擊 所以他跟他接受他就說他接受他的人,要他最高,不可以比他更高,他有這個個性 所以他永遠沒辦法去做政治領袖,所以有關政治領袖 我相信都用相義跟劉邦,他們兩個來做比例 其實我們在這個小學來看相義,不是一個毛巫,他很大,要煎幾歲,他會煎,這個毛巫其實不是 相義懂得用兵,他在支援兵,在作戰,是一個最厲害 老邦是飯堂,老邦是飯堂,老邦的人現在說的是小混混 但問題老邦在見三個都比老邦更高的人,這個領袁,這個韓信,這個小學 這三個都比老邦更高的人,等於三個就去替老邦做事 相義,他本來他手上也有一個老邦的人,飯堂 這個人,這個人可能是真有魔裂的人,和這個人他就老不掉 所以說是相義,他沒辦法用人,老邦的用人,做他做風土 所以有時候我在開玩笑,說你老邦的,如果有丟臉的債領,或是小學 其中一個人的債領,他有可能,就沒辦法去做風土 所以說這個政治領袖的人,不是你太厚,是你有辦法用真厚的人 我來講的這個政治領袖的人,他嫉妒心太強,他的生活比別人比得更厚 所以說他的生活比,他可以用一些飯堂這樣而已 這樣才有辦法做情人領袖,以外就有一個比較強的團隊,他沒有 所以在飯堂裡面,他就在民進黨裡面,有很多債領都不錯,但是我都會做這個政治領袖 所以要做政治領袖,你就有辦法,很多債領很好的人,要替你自己服務 你怎麼做,我都會做政治領袖 但是這個人呢,我來講這個政治領袖的人,都知道他有這個個性 一般的人不知道 所以說你如果是在民進黨的人,你沒辦法了解這個人,說這個人的個性很特殊 沒辦法竟然說有人比得更厚,你怎麼看得出來 其實對他的小動作,你就看得出來 其實他這個動作呢,我頭也沒辦法連任,有人幫他提醒 有人幫他提醒呢 他這個動作,你就知道他這個人的飲品,是什麼飲品 這個政治領袖的人,他有時過,大家幾天在辦公室裡面吃一些拼 像共同這種會黏手的拼 我們拿手,他就拿去吃一口,這人就拿去洗手 這個人有洗手,我又沒有注意到 一個人這樣拿去拿去 剛才沒有人手上的震頭有,對,王家的震頭 主持人說他這麼說我就想有主意 他的金頭蠟汁在你湯五 tremendous 角度一會這樣 所以有朋友說這個毛病一定有翻滾的變 手蠟汁不是洗手 都跟人說很親 摸在人家的手的鏡頭 就利用這個機會 他的金頭蠟汁的東西在人家的沙漠出 只要跟這位朋友說,他的三塊還沒一次很清潔、很清潔,很重視他三塊,但他如果手的六十,就要七、六、三塊 還有很多朋友說,這個人是很敵俗 這種人,你如果像一般的正常人,吃東西吃了,手六十,就隔壁可以施酒去,隔壁施酒給他隔壁 這樣人的三塊也清潔,你的手也清潔,這就是雙癮,他不是 他其實沒有答應,要出一個腰部,我還要寫手,但是他這個人,他的腦袖的東西 要跟他吃點這個勝負人 這種人呢,是這種祖書的害人的這種人 他就吃點你的手,吃點你的三塊 所以這種人呢,沒辦法跟人說借責雙癮,就是說你也好,我也好,他沒辦法 所以這種人不可以供俗,所以這種政治疑問呢,其實有朋友在跟他提前說 我頭有這種人,他一直有國人被人記錄,如果臨時就跟別人很親,勾尖搭配 這有一個人的勾尖搭配,就叫他等三塊,人的三塊去切他的手 其實這種生一個人呢,我在學生時代,我就發電過 我在學生時代,我有一個東學,這個人,我一生,絕對不會跟他來 所以我以為我做學生,我就是有了解說,這種人的個性是很特殊 不是普通,這個很人的個性 我這個東學的這個特殊是怎樣 一百塊的人,如果給他切索,給他便索,出來都會寫手 但有的人不寫手,有哪有這種人 但不寫手,因為這家的飲品無關,人家說是比較大 不是他的飲品有問題,所以有的人不寫手 不寫手,他覺得這也清潔了,我叫他便索,又出來手不好了 所以說你沒有寫手的人,有時候來摩在你的生活 這不是大問題,有的人說,你這就不寫手的人,要摩我的生活 這種的,不是這個飲品很壞 這個人,他出來會寫手 但要寫手以前,手會不會去摩人的生活 啊,這種個性,就是匈東祖書的人 你會寫手,就是要說你的手垃圾,你不知道怎麼寫手 既然你的手垃圾,你是怎樣要摩人的生活 你自己保留好,所以我和我接受的人可能都會發現一件事 我去寫手,寫手之後呢,手垃圾,如果要握手,我絕對沒有跟別人握手 因為人們說,你的手垃圾就很不舒服 我都會說,啊,我剛才寫手了,手垃圾 這個東西,你要訪問,你手垃圾,就不適合跟別人握手 所以有一個人,你最起碼會受用 你如果說你的手垃圾,你不想要握手,不想要握手 你手垃圾,就不想要握手,就不想要握手 所以有一個人,這是一個拼得的問題 我說,你手垃圾,去沒有人握手,本來這是拼得不好 但我剛才說,有一個人說,基本就沒有握手的習慣 因為你沒有變數出來,沒有握手,也有這種人 這種人,如果跟別人握手,你做人感到握手 這種人,當地不是拼得的問題,是他的衛生疾患 他沒有握手,你認明說他手垃圾,他沒有握手 既然他認明說他手垃圾,不想要握手 是因為變數出來握手的人,要握手以前去,不想要握手 這才是人品有問題 所以有這種人,你對這個小的事情 你就能看一個人品,剛才這個政治人品 他手垃圾,沒有人握手 他把這手垃圾,當人的衣服在那裡握手 他就趕去握手 這種人本來就是鄉東祖書 有像是可以給別人買手,不可以給別人有好處 所以這種人的制度,制裁,很正常一定制裁 我跟他在那裡吃不消了,才會說 在那裡吃不消了,才會說在那裡吃不消了 所以我們對這個小的動作,你都可以去看我 這個人的個性是甚麼個性 其實在政策裡面,我也要遇到一個人 這個人呢,有幾個高政 但是我在跟他建議說,你不要探政策 你心裡在那裡政策,你不適合 他當然要不要探政策,他不適合 我是跟他們說一方 就是兩個理由,比較不重要的理由拿出來說 那個重要的理由,我如果說,他的雙心 我說,現在在政策,大家都在演戲 你不會去演戲,不會去表演 你去真實的生活去政策,你絕對到政策 所以,那些原因是,這個原因 你只要說,他不上心 但是,那些比較嚴重的原因 你只要說他的上心 所以我說,不再說 我只要建議,不要探政策 他分不出名堂 甚麼原因呢 這個人,他對這個時間無法控制 所以,他因我呢 就是,有這個時間的問題 我所忙,腳亂 要做一件事 個人今天要完成 他無法今天,三個發明 還要再無法 這,最最發生的 你不可以,甘不可以拿手去處理 不,他就不可以拿手去處理 這個人 這個人 跟人要回 還是會有飯局 在吃飯 我現在不等到一邊 他無敵度的記錄 每一處都敵度 甚至腳亂的,說 你們先開始 然後來講一下理由 他對不可以,對不可以 其實敵度 不用說理由 敵度就無理由 這罪跟大家都不可以 除了你在打飯的人 他以為大家都不可以 但你把人不敵度 你是怎麼會敵度 還有另外一個角度說 你如果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比如說總統 或是行政議長 跟你用 要有你做的吃一頓飯 你會敵度 不會 你不會敵度 你今天沒有說 重要要會 所以你會把其他事情 把他排開 這個時間下去 其實你本來對任何人 你就是要這樣做 你要敵度 但這種人 對時間 對時間 控管 能力差的人 他都手忙腳亂 做什麼事呢 都搶到 人家說 包括臨時爆火酒 或臨時搞掛緊 在無界的態勢 這種個性的人 是無法當地控管人 和輸 對人和輸 管理不好 對時間管理 如果管理不好 對人和輸 就管理不好 這是很靈性 一定這樣 所以管理不好 無法當地的政策 這政策 如果對事跟人 都要有能力 去控制得很好 你這樣也會成功 所以這種人 對時間控管 要力非常差 代表說對事情 對人的控管 無法當作社會 處理 但是還有一種人 這比較有趣 可能我們聽到朋友 你會當中 他對處理他的事 不會鎖忙腳亂 不會說 他都用這個時間 他不會 獨特到百人用火的時 他都會敵倒 這種人是主書 不是他對時間 不會去控管 他會 他處理今天的事 都會處理得很好 但是他很常 他的時間 鎖匯百人的時間 這種個性 就是主書 什麼意思 他什麼原因 就是他就在 他的事 都要做得好 完成 要利用時間 不要浪費時間 很早到那裡 對他的時間 他很尊重 但是 對百人的時間 會鎖匯 這種人是主書 但是我也會鎖匯一種人 整四人 每個月都像我們在遲到 如果他一天沒有遲到 對人家在遲到的人 開始在培養 什麼遲到 人家會說 啊 交通修斥 他說 每天都交通修斥 你別人帶我來 他不會去 他自己每天都遲到 所以自己在遲到 如果一天都沒有遲到 他會鎖匯別人在遲到 這種人是脅迫 脅迫的人 就是自己犯罪的毛病 他都不會去注意 別人這個小的毛病 他就在結構別人這個小的毛病 這種人是脅迫 所以一件事 你要去 這個 了解 他的小動作 實在 到底是什麼 故事 其實 我剛才在說 對時間 不會去調配 調配不好 你就不會好睡 晚上不會好睡 其實我本身有這個毛病 所以我這樣 我的感受很深 我在讀高中 我是運動員 但是我不是田徑的選手 不是田徑選手 有很多高中 做三千公車的比賽 我就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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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他說 奇怪 就不看你在運動中 走的人 你怎麼在那裡 三千公車可以冠軍 其實他不知道 我一直在拋著走 但是 我都在我家 到擠車的地方走 就只有一千公車以上 所以我時間控制不好睡 就像這樣摸著 那邊摸著 說時間大 因為我那些客運的車 我躲在屏東記錄 我那個鐵運車 在那個有固定 開車的時間 幾點 對方 在理工幾點開 開到我在等的 租席 拿到10分鐘 我都在那裡 然後在那裡 嘔嘔嘔嘔 哎呀 車子在理工開出來了 切包起來 開始走 所以每天都要走10分鐘 下車 我不是只說是通過或是浴車,我平時都會悶悶到最後的時間,這麼高到鎖望角了,我有這種莫悶 我有這種想法,我就很清楚,我對時間、對時間、空環不好,代表我對人和事空環一樣做不好 所以我就不想做這種事,我一生,我絕對沒有從政,我也不會經商,不會做生理 其實,我和國標去蓋住,我就不會蓋住 所以我有一個人,在學校電機的,我一直不退休 我都在辦公室這樣,快看電視,快吃便當,逛到時 有一位電視報新聞報完,過了報那個郭市,沒有人看 我就把它切掉了,切掉了我的董事說,欸! 我就像這個時候要來看這個郭市,你是怎樣的切掉了 我知道,我不想算這個郭標,我就不知道有人在看這個節目 有人說,喔!你不想算這個郭標,整個電機的,只有你賺錢而已,大家都了解 就有人這樣說 包括在高雄家,也有朋友,你開這個郭標,你開這個郭 開這個郭呢,我從那裡有天的東西,又出來,我沒有聽在那裡聽 所以你說港客的人,他就很不滿,你不是說我拜託這個生郭標的人 他就說,陳教授這個基本教育派,對我們這個生郭區的人,他看得不敢 我說,啊!你誤會 因為你在說的東西,我就聽不懂,我是怎麼太老在那裡聽 我如果聽不懂,我怎麼聽不懂 你的生郭標要買大雞啊,什麼事情,你說,他們都知道,因為有在生郭標的聽不懂 我有人聽不懂,所以我也接受這種人,因為我也了解 我才說,我對事情的控管,對人物的控管,做不好 所以我們那個時代呢,跟現在剛才倒閉什麼 我們那個時代拿到學位呢,在煩惱,現在的人拿到學位也在煩惱 現在煩惱說,我找不到工作,我拿到高學位,但找不到工作,現在煩惱這樣 我那個年代,我不是說,你年年比較多,你幫我問 我那個年代呢,你拿到學位,說,哎,啊,這麼多工作 我真的要選一個,如果說,男朋友怕做錯行,我怕選不對,對我沒有 所以那時候呢,工作很困難 所以我那時候可以去的工作是非常多 那時候呢,我選擇的是台股上級的工作 去到大學教學 那是台股上級 因為我呢,甚至說我去的,我那時候 新入的大學是對副高校做去,要去高校 那時候呢,我接受的台股呢,有的,是我高校兩倍三倍的這個台股,我沒有去 包括那時候,科學研究剛才開始,那時候還沒說,還沒進 我剛才開始有這個科學研究 科學研究呢,差不多五年的時間都在夾回來,爭彩,我都沒有去 當然沒有,我那時候,我有一些學弟呢,都比科技新貴 各位聽眾朋友,那時候有一次,現在也已經沒有了 現在有一次科技新貴,他只要他貪的錢,的財產 沒人用算錢嘛,都算益的 但是你現在說,我還有機會當中心選擇,我同樣選擇學校 我不會去選擇說,可以賺幾億財產的工作 那大家覺得奇怪,說 我奇怪,啊,難道你不要錢 我說,我愛錢,我才不愛錢 我真愛啊 我們兩家學,如果一家學的台股加倍,我就當然去加倍那家學 我很愛錢,我實在怎麼不愛錢 但是,我愛錢,我才肯定說,我吞下去 我剛才有說過,我對這個時間控管,不是做得很好 代表,對人和對所有的控管做不好 這不合理,你也說,信母人說,哦,人家在台股有什麼樣子 人家去做得很快樂,你去就做得很痛苦 所以那時候我選擇,選擇什麼 為什麼?不必處理人家,不必處理書 都不必處理 跟他做教學研究,這很坦順的 跟別人都沒有關係 你做你的研究的工作 你做教學,你去教這個怎麼教 跟別人都沒有關係 不必去控管人跟控管事 我就選擇這個,因為我也了解說 這個要對關人跟關事這兩項的事情 不是我的專業 你時間就關不好了,你要關到這個 時間就關到你的手中 在安排到不時節車就去弱車 這種能力 這幾個成員會還可以做 比所有人的研究更多 所以,解決家長呢 會做個研究的研究 說,解決家長呢 會宿航要說 你要找中國一個研究些片 我說,你最常找我 你只會了解說 你讓孩子 你找中國一個研究的人 會了解心象 所以解決家長呢 跟我們說,對研究家長 這是要找我 研究不是代表家人的 這不一定,因爲競爭的對手是太多。 想跟一個人要了解人,要了解自己, 我們剛才說,你對這個細節,對這個小動作, 你這麼多人了解。 說你對這個大動作,你沒辦法了解。 像我剛才說的,他手蠟絲, 他就明明要洗手,再來摸你的生活。 這種人是主持,沒有辦法把人共享支援, 所以這種人就不可以供服, 這些人要出的人是很精凶的, 出這個小動作看得很受,大家都不注意, 其實你要看這個人的這個人品, 你只能看他的小動作,大動作, 大家都要做小事嘛。 你出門給我來看。 各位觀眾朋友,我是南部。 我們一起去啊! 支持你做小動作嗎? 謝謝大家。 是我們的主持人。 我們在這一點。 我們當然會說了。